我说呢你要跟我结婚可以 但是呀必须要给我118万的彩礼 阿短说 奔驰帮往奥迪总得有这样吧 房子简单 市中心大平坊 或者稍微偏一点连牌 知道也蛮确实的 这些就搞了两年了 你家里30万彩礼 150万的房 你让我这活不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哥哥们 上期啊我们聊的是农村的 相亲场面 相亲的时候 要房要车要彩礼 那么刚刚片头 大家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 对于结婚彩礼的要求 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的奇葩 其实这个目前在中国 一点也不奇怪 这个还是要的比较少的 还有要的更多的 更奇葩的 今天我们继续来盘点那些 要天价彩礼的普性女 你家里30万彩礼 150万的房 那么现在大家看到了就是一对情侣啊 因为结婚彩礼的事情 在大街上吵架啊 这个男方说的话 到处论原委啊 就是说女方要赶納要30万彩礼 加150万的房啊 就是180万啊 这个男的一时拿不出 然后就在大街上吵起来提出分手 那这个女的也不愿意分手啊 然后在男的公司啊 大闹大闹 然后还带人啊 把这个男的打了一顿 结婚不成啊 然后这个男的还分不了手 还被打一顿就哭了啊 就在大街上直接哭了啊 这个让我们也是看到了 目前这种婚姻彩礼啊 是压垮男人最后的一根稻草啊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因为按照目前中国的这种物价水平 消费水平 还有这种工资能力啊 180万相当于啊 很多人10年20年 不吃不喝的一个收入啊 就是啊 已经是天价了啊 很多人就是承受不了 普通人根本就承受不了 所以说就崩溃了啊 那么除了这个啊 还有更奇葩的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老公我们结婚吧 老婆是真的吗 那太好了 这小伙子高兴的太早了啊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更奇葩的要求啊 我妈让你准备一些结婚用的东西 还有钱 你妈有任何要求 你尽管说 我一定照办 我妈说彩礼要16万8 这个不过分吧 这个没事 应该的 明天我就把这个彩礼钱准备好 给你妈送过去 还有呢 你别着急啊 我还没说完呢 还有什么你说 我听着 还有五金大概6万左右 赚借8万起步 婚纱要去国外拍好一点的 至少要准备5万块钱吧 上车费是88888 下车费是66666 压车费是9999 过门费2万 改口费3万 滚床的话呢 是8888 还有婚礼 当天我弟会送我过门 你得准备个红包吧 就3万 再给我弟买个苹果12 送亲的10个人 每人2000块钱红包 总是要给的吧 这么多啊 还有吗 剩下其实也没什么了 就是房子是你婚前买的 根据婚姻法的话 这对我来说是不算数的 所以我妈说 你必须得在室内 再给我买套房子 写上我的名字 对房子有什么要求吗 150平就够了 毕竟只有我们住 也只能我们住 你爸妈可不能住进来 还有就是给我换辆车吧 虽然你的奥迪是新买的 但是开出去真没面子 你想要换什么车 我闺蜜结婚的时候 她老公给她买的是保时捷 我就不为难你了 你就给我买辆路虎就行 可以吗老公 我算了一下 你说的这些加起来 至少要300万了 300万 你心疼钱了 之前你是怎么跟我说的 你们家就你一个儿子 你爸妈做幼子这么多年 也存了不少存款了吧 我就算每年收入是20万 哪怕我每天不吃不喝 也要15年才能涨够300万 亲爱的你等我 15年后我刚好就40岁 我再回头请你行不行 哼你是在开玩笑吧 我看你是疯了 15年后我都42岁了 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 都疯了 你真是狮子大开口啊 要300万 我去抢银行啊 银行也没有300万现金啊 说来说去 你就是心疼钱 我心疼钱 请你搞清楚 这是300万不是30万 你根本就不爱我 你要是真的爱我 你肯定会想办法搞定的 你可以去问你父母要呀 你爸妈种幼子十几年 几百万应该很轻松就能拿得出来的 天呐这些你都是听谁说的 我不了解透彻 会来跟你谈这些吗 我嫁给你是要给你生儿育女的 孩子还得跟你信 我付出这么多 你连这点要求都不答应吗 你家又不是拿不出来 我爸只是一个种植户的小老板 又不是大老板 一年到头也赚不得多少钱 就算不是大老板 那就让你爸把自家的地皮卖掉来收起吧 把地皮卖掉 那我爸用什么来种植啊 你觉得我家如果能拿得出300万 我还会跟你结婚吗 我完全可以找个通行打理 对我好的女人 拿不出来 那就让你爸去借呀 我闺蜜都说了 你如果真的爱我 你肯定都会答应 你一个在KTV卖酒天天吃果黄的闺蜜 她管那么宽干嘛 是你嫁给我 又不是她嫁给我 以后请你少跟这种人接触 说这么多 归根结底你就是舍不得钱 哼 我舍不得钱 那可是300万了 我就算是砸锅卖铁我也拿不出来 你说彩礼钱要16万吧 我没意见 因为我们都是奔着过乐子气的 我肯定会答应 但是你非要300万 我再拿不出来 算了 跟你没什么好谈的 算我瞎了一眼 认识你这个渣男 分手吧 你要和我分手 你觉得我会和一个不爱我的男人结婚吗 你就是一个十足的渣男 你不仅是一个渣男 你还是一个不懂得怜香惜玉的男人 认识你真够倒霉的 活该你单身一辈子 我怎么就变成渣男了 我告诉你 这300万你不准备好 你就别想娶我 追我的人满大街都是 你算老几啊 我给你一天时间准备 你自己想清楚 别到时候抱着我的大腿哭 看到没有 这个女生要长相没长相 要身材没身材 要彩礼还要了这么多 看到没 这个已经奇葩到一定程度了 为什么这么普通的女生啊 要求条件都是这么高呢 就是因为目前啊 这个单身男青年的数量 比单身女青年的数量要多很多啊 多了几千万 那这一结果啊 就导致这个女性啊 对于这个结婚彩礼的要求啊 也是水涨船高啊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要彩礼要的更猛啊 车子 奔驰宝马奥迪啊是标配啊 我们普通人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车啊 可能连带捕车都没有啊 更不要说是奔驰宝马奥迪了 然后房子要大平成的 要小别墅啊 那个房子最起码也要有个 四五百万三四百万要的啊 就算他四百万吧 然后车子大概要个五十万啊 就四百五十万啊 首先就要四百五十万啊 我们继续回家看 对了结婚以后不上班啊 每个月两万块钱零花钱 每个季度和孝季姐妹一起出国旅游三十年 这钱你得担打 这些要求能接受吗 不上班啊 两万块钱零花钱 我一个月工资都没有两万块钱啊 我一个工资才才五千块钱啊 然后我们不是之前说过一个话题吗 目前收入少于一千元的 都有六亿人啊 这两万块钱提上多少人啊 还要出国旅游啊 这些要求我是接受不了啊 哎我的妈呀 这个条件下了我是冷汗直流啊 如果我还没结婚 我估计我要打过婚了啊 还有还有啊 下你结婚的话需要彩礼吗 肯定要啊 那彩礼大概能说一个数吗 我觉得像我这个条件怎么也要五百 那你可以说一下你的条件吗 身高一米八家 有房有车年入百万 呃我的意思是你的自身条件 不是说你的择有标准啊 我的自身条件呢就是本科毕业 然后身高是一七零 和爸妈一起住 然后我前台工作是前台 然后我公司是每个月三千五 差不多 好那你的要求就是大概五百万的彩礼 对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基础的要求 自己低贵工资三千五 要求别人彩礼五百万 年入百万有房有车 就是说你结婚的话 什么也不用付出 就舔个B脸过来 嫁给人家外真是不要脸到家了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啊 下期再见拜拜